全州市城南片期的七奇宝贝 这是让人目不暇接 聚宝街苏氏古措木雕怪兽之谜尚未解开 昨天又有热心观众给新闻广小打来电话称 在南片区聚宝街后的青龙巷五号古民居大门旁 发现有60座精美的怪象词雕 这群大象词雕分两列 素在青龙巷五号李家古措大门两边 与传统民间的大象雕像不同 这群大象词雕分两列素在青龙巷五号李家古措大门两边 这些大象都是相手人身 有六只手 握着古怪南边的法器 相笔卷着一个蓝色球状物 两足翘坐一副依然自得的样子 大象身中的服饰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 脚边还蹲着一只翘着尾巴的黑猫 当地人一直把这些大象当作传统瑞象城乡的吉祥物 但是为什么这些大象长得如此与众不同呢 就是房屋墓前的主人李家媳妇梁老太太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是媳妇啊 我是解放以后来的 那盖房子的时候我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那家你老人没有说过什么吗 那就我婆婆有讲一点 那我也不大也不大清楚 据记者调查 青龙巷五号李家中有信基督教的 也有信佛教的 但不论是基督教或是佛教中 都没有这种怪像造型 而重建这座房子 并贴上怪像词雕的李家曾祖父 曾经在上世纪初 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经商 怪像词雕会不会是异国宗教文化的表现呢 请继续关注明晚新闻广角的跟踪报道 新闻广角昨天报道的青龙巷李家国